第八题如图为盐酸低定氢氧化钾溶液之装置 锥瓶瓶中装有一大M的氢氧化钾溶液20毫升 且以分态为指示剂 试问低定过程中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分态因低在锥瓶内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讲过实验步骤 我们的指示剂是放在低定板下面的容器 比如说是锥瓶瓶或者是烧杯里面 所以选项A正确 C.低定过程中锥瓶瓶内水容易温度逐渐上升 这个是对的 酸碱中和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容易的温度会上升 诸.低定完成后锥瓶瓶内水容易可以导电 这也是对的 我们拿了盐酸低定氢氧化钾 出来的物质是氯化钾 它是一个电解质 所以可以导电 这个是对的 B.低定过程中锥瓶瓶内水容易的颜色变化 由无色变为红色 这个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锥瓶瓶是氢氧化钾 加了分泰指示剂 它呈现的是红色 随着低定的过程 它变色是从红色变成无色 所以选项B说它从无色变成红色是错的 底八题问我们说 试问低定过程中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低定过程中锥瓶瓶内水容易的颜色变化 由无色变成红色 我看下来是红色变化 我看下来是红色变化 感谢观看